記住要練習到自己 收繁省不可以影響陀 你不要說一收就是陀又推 繁省要向自己拉 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你要自己練習到陀就濃郁 看著船頭那點指著它 永遠指著它 只是收繁 收到繁省 發覺它有速度 又或者繁省跟你鬥力 你就保持住它 至於去到最後的approach 不一定說我們停得到 以現在新的大型的帆船也好 大部份的速度 我們不可能真的停用 我們只可能說 你有沒有辦法盡量收慢的船速 收到最慢為止 也有幾樣東西大家最難的 就是你很多時候坐在這裏 大家發覺當你埋到去 你的人不要走 去到最後的一個或半個船位 你一放繁省 發覺一旦沒有速度 船會坐下 它會很自然慢的了 反而我們大部份 如果你看回其他Level 3 或者以下的同學 他們很多時候 就發覺坐在這裏 當它埋到它的蹬眠 第一就是經常怕船頭撞到它 第一點 最大的問題就是 經常怕船頭撞到它的蹬眠 第二點就是 它不知為何會縮了 縮了下去 第一個問題就是 怕這裡撞 第二就是 它真的不撞也好 它突然間坐了下去 就不放繁 不知為何 不需要平衡 不需要平衡 根本它來到這裏 人反而說 它比船的速度慢 當它人不動 只是放繁 船會自然慢 它一按的話 根本你的船 你一放繁 你的重量在外面 在Wheelwork 船自然會 Bear away 你一定能靠近 而且你坐在這裏 你就會知道 本身的蹬眠 和你相差多遠 但你縮了下去 特別是一些高船身的船 你看不到的 420、Avanda 你看不到距離 反而你不會 Bear下去 那一刻 你縮下去 又不記得放繁 反而它會 直接船頭撞到蹬眠 你也看不到它 想拉托都拉不到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點 我們希望埋到去 盡量是慢 我們希望你埋到去 撿這個dummy 也好 當它是伏 有支旗的伏鋪也好 你埋到去 你會感覺到 你拖著它走得很快 一定拖一點點 因為很輕鬆地 撿起它上來 自己會知道 我不熟悉的 我會找一支普通伏鋪 嘗試當做一個Morning 你埋到去 旗桿撿起它 做一個Morning很輕鬆 你Morning做得熟 做Morning 做Morning 就不是很大的問題 OK 這個大家今天要做 我們出道的時候 製作幾件事 海上節縮飯 拍船 Morning 通常我做Morning 就量時間多些 因為大家最不熟 就是這件事 或者做Morning OK 我做Morning OK 完成 Fkin